就是因为这一张多名儿童被人以白布捆绑 手脚和口部的照片 揭发了选安儿万一新镇 一所托儿所涉嫌虐待孩童的恶行 警方在完成调查报告后 今天正式将三名涉嫌虐待儿童的托儿所持有人 管理人和一名保姆提控上庭 46岁的被告沙哈尼除了面对三项 涉嫌虐待一名女婴和两名男童的指控 同时也被控没有取得合法执照 非法经营托儿所 至于其他两名分别24和25岁的被告诺阿祖林和诺阿兹拉 同样面对三项指控 他们被控在今年1月3号早上大约10点 在万一新镇的托儿所内同谋虐待受害者 三名被告虐待儿童的罪行 抵触2001年儿童法令第31支一页条文 也可在刑事法典第109条文下同读 罪成可背叛坐牢10年或罚款2万令吉或两者兼施 不过他们三人都不认罪 所以要求审讯 法官批准他们个别支付1万令吉的保释金 保外候审 NTV7综合报道